三名男子凌晨4點多來到超跑展間門口 他們下車手持狼頭 朝落地玻璃窗走去 動手猛砸 一整排落地玻璃硬生碎裂 他這個落地玻璃窗已經被人家砸破了 而且是面積相當的大 我甚至可以一個整個拳頭都伸進去 那麼廠商他們現在是已經在外面 照相了一層塑膠布 讓大家看不到裡面的一個情況 仔細看 三名男子其中身材較瘦的兩人戴著口罩 另外身形較胖的黑衣男子沒有戴口罩 他們砸破玻璃之後 駕駛白色國產車離開 還刻意在路口繞了一圈 讓監視器拍下他們反方向離去的畫面 似乎想誤導警方的查氣 狼頭是一般的狼頭 那大概都敲了三四項 總共有七片的玻璃遭受毀損 業者凌晨發現玻璃被打破趕緊報警 為了遮蔽破洞 還用黑色塑膠布蓋住 並刻意停輛排跑車 而就在上個月 立領哥朱欣男子因為購車糟紛 開銷撞破展示間落地窗 現在又發生落地窗被砸 這起案子是否跟立領哥有關 日前是一件消費糾紛 那跟本案 目前是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連結在一起 立領哥雖然被限制住居 但如果事前向警方報准 還是能夠出國 這次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立領哥 涉案 但抄跑展示間 兩個月內接連發生兩次砸電事件 是私人恩怨還是消費糾紛 警方正根據監視器畫面 是以車追人 要揪出雜電的蒙面男子 藉由公益的黃總與S10小組 台中報導 好可憐